今天给大家分享海肠捞饭的做法 海肠捞饭是焦东海鲜特色菜 海肠香脆爽口韭菜鲜美 海肠鲜脆口感嫩滑 汤汁浓厚 吃起来非常鲜美 我们先把海肠内脏挂掉 然后切丁备用 起锅水烧开 将海肠倒入锅内 海肠最多烫三秒 快速捞出锅粮备用 三个鸡蛋打散备用 热锅凉油 油烧热 将鸡蛋放入锅内 鸡蛋要炒香炒散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才好吃 鸡蛋不要炒大块 越小越好 这样吃起来才好 鸡蛋一定要炒出干香 鸡蛋炒干以后 放入蒸好的米饭 炒散 要用勺子把成块米饭拍散 这样炒出来的米饭 有干香的味道 放一点盐增加底味 翻炒均匀 我们放入香葱末 接下来呢 我们将炒好的米饭 扣在碗里面备用 下一步将洗好的韭菜切丁 备用 然后缺点五花肉末备用 锅烧热加凉油 油烧热将肉末倒入锅内 我们将五花肉煸香 煸至颜色发黄 放点葱花煸香后 放入蚝油 酱油 炒香后 放一点料酒 放一炒鸡精 胡椒粉 然后放入海肠韭菜末 快速翻炒 放入香油 开始浇汁 将炒好的海肠 均匀浇在蛋炒饭上面 海肠拉饭制作完成 后却打开 担心 炒 的 耀 草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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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